Hello 大家好 我是Jesse 那我们上节课呢已经给大家讲了我们这个Python3的新特性里面的面向对象的知识 我们给大家讲了我们的抽象机类 还有大家讲了呢我们的这个负责类的关系 然后用我们的这个super函数去表达 对吧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给大家讲我们这个Python3的新特性的最后一讲 我们呢会给大家讲我们的模块变动以及呢 其他一些小变化非常的有意思 然后请大家呢坚持一下和我呢来进入我们最后一节课正式的学习 我们呢已经给大家说过了我们最后一节课的内容呢 主要是集中在我们的这个模块变动和其他的我们这个Python3的一些小变化 现在呢就让我们来进入今天正式的学习 首先呢我们呢会给大家讲我们的这个模块变动 然后在这里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主要内容呢都给大家打印在我们的PPT上了 然后呢其实呢它呢会移除了非常多非常勇余的然后呢一些小模块 然后呢我们今天呢会主要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Python3的这个模块 然后它呢在我们这个最后的模块当中的变动呢是比较大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呢是移除了我们的这个CP code 然后我们是移除了这个模块 然后呢在我们的Python2当中呢有很多同学呢可能以前用过这种模块 然后呢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我们要用我们的这个Python5模块呢来代替 那我们这个Python5模块呢实际上它呢就是会对我们这个封装的这个对象的属性呢 它的名称呢会进行管制 那么呢如果说呢我们封装了许多同样的对象 那么这些对象呢它呢必须会有相同的这个属性名称 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若要使用这个Python5模块的话 然后我们呢并不需要对每个对象呢 然后多次存放相同的字符串 存放相同的这个属性的名称 我们呢仅需要保存呢一个包含所有属性名称的一个表 然后呢每个然后呢并且保存的每个属性的一个索引 这样的话呢就是可以能够做到呢我们呢尽量的减少这种封装 并且呢能够更快的加载或者拆封 它实际上呢是保存了同样的一个实体而创造了多个索引 那这个模块呢对于我们这个封装的这个对象的这个属性的名称的管制呢 它呢是很有用的 然后呢可以做到我们这个尽量的减少封装 然后呢能够更快的加载或者拆封 那么呢这里呢我们还是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Cpeople模块和我们这个people模块 它使用起来什么样子 还是为了节省时间呢我已经把代码呢给大家写好了 然后呢就现在就让大家看一下子 这个代码呢实际上就是呢是我们在Python3当中 然后呢我们用这个people模块 然后呢这个代替了我们的Cpeople模块的 然后这么的一个代码 那我们这个代码它主要是实现了什么功能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首先我是创造了我的一个很简单的对象 然后它叫obj对吧 首先呢我打印了一下我这个对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 然后呢之后呢我打开了一个文件叫a.tst 然后之后呢我呢会把我这个obj它里面的一些属性的名称呢 会打印到我的这个file里面去 然后打印到file里面去之后呢 然后呢我呢会从我的这个file里面把我的这个 obj里面的东西就也就是我刚才把我的这个obj里面东西 已经打印到我的这个file里面 那么我从file里面去读我刚才打印出来的东西 所以说呢实际上呢它呢就是先把它档出来 先把这个数据档出来 然后之后呢我把这个数据进行load 实际上就这么一个过程 然后呢之后呢我们还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obj呢 然后它的这个存储的类型 然后就是到底是什么 那么我们再把它load出来之后呢 然后看看它呢就是能不能达到我们想的效果 然后这部分呢我们是把它放到文件当中之后 再把它load出来 这个呢是我们把它当不到内存中之后呢 我们再把它load出来 所以说通过这两个实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people函数 它呢是怎么去使用的 那么呢我们呢还是给大家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结果 OK 我们在这里呢会给大家在我们的python3上面呢 去运行一下 然后呢我们刚才的这个文件呢 是叫这个名字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们这个打印的这个obj的内容呢 就是这个 那么我把它存在一个file里面之后呢 我在把它load出来的时候呢 它呢是可以成功load到我们这个 对象里面的内容的 那么呢 我们之后呢 又把我们的这个对象呢 我们要把它down到我们的内存中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对象的内存中呢 它呢是以二进制 它呢是以我们这个字节的方式去存存储的 它的type 它的类型实际上是我们是 它是一个字节性的东西 然后之后呢 我们呢再把它从内存当中 我们再把它load出来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呢从内存当中 同样可以我们 load到我们相同的这个对象 所以这个呢 就达到我们的目的了 我们这个pico的 它的这个模块呢 就这样去使用 那么呢 我们再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们 在我们的python2版本当中 我们这个cpico 它是怎么用的呢 实际上呢 它的这个用的方式呢 和我们pico当中是非常非常像的 也就是呢 只不过呢 然后它的名字变了 然后呢 我们现在python3当中 它这个模块的名字呢 它叫pico 也就是它所有字母都小写 那么在我们的这个python版本2当中呢 它的这个模块的名字呢 它叫cpico 也就是说呢 它呢 是这样的一个名字 然后说这个名字变化呢 然后就是其他的变化呢 是非常非常小的 没有什么大变化 然后呢 只有 一点有变化 也就是说呢 它呢 写到一个file里面呢 它呢 是不只是以这个字节的方式去写的 它呢 是只能是以这个字符串的形式 也就是说呢 只能是以这个文本的形式 去往这个文件里面写的 那么呢 我们现在 还是给大家再运行一下 然后让大家看看这个结果 是不是如我们想象的一样 我们在这里呢 是用python2.7 去给大家去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呢 当我们这个 遵守在我们的file里面的时候呢 然后我们把它当到file里面 同时呢 我们把它load 再load出来 我们这个地方 还是可以load到我们这个对象里面 所有的内容的 然后呢 别忘了 我们在python2当中呢 它呢 去load的时候 它呢 是以这个 文本的形式 然后去存存储的 以字符串的形式去存储 它不能以自己的形式去存储 那么同样 我们如果要是把我们这个对象呢 我们要把它 当破到我们的内存中的时候 然后呢 它的这个存储方式 同样是有改变 它呢 也是以字符串的形式去存储的 而我们python3呢 它是以自己的方式去存储的 那么同样 我们也可以呢 从内存当中呢 去load到我们想要的东西 然后呢 只不过 我们这两个模块的名字 是不一样的 一个叫cpico 一个叫pico OK 那么呢 我们这个pico的模块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 然后呢 我们这个模块的变动呢 我们除了这个pico模块的变动 非常大之外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我们还移除了 其他的一些模块 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在这里 就不给大家移住 做讲解了 如果大家就以前用到过这些模块的话 然后就大家呢 可以特别关注一下 那我们在python3当中呢 这些模块都已经被去除掉了 那我们给大家讲了 我们模块的变动之后呢 我们呢 会给大家讲我们的python3的里面呢 就是其他一些小变化 让我们呢 对python3呢 做一个小扩展 对python3呢 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首先 我们说在python3当中 我们引入了一个叫 non-local的声明 这个声明呢 实际上它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python2当中呢 它呢 是没有的 然后这个声明呢 它并不是一个全局变量 它呢 是一个外部变量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python3当中呢 它呢 它的这种变量的类型呢 它不再局限于我们的 global变量和我们的local变量 也就是说 它不再局限于我们的全局变量 和我们的函数内部的局部变量 我们现在多了一个外部变量 也就是说这个外部变量呢 它呢专门用于就比如说 我这个 我是一个函数千套的形式 那么我呢 内层的函数去调用外层的 函数变量的时候 然后呢 我呢 就可以用这个non-local 然后来进行一下声明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变量呢 就可以很自然的调用过来了 在这里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看一个实例 然后让大家呢 对我们这个non-local呢 就是有一个 更好的理解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这个例子呢 它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那么我们这个 有一个函数千套关系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呢 是一个外层的函数 我们这个呢 是一个内层的函数 那么我的这个外层函数里面呢 我有一个变量 它叫call count 对吧 然后呢 我在内层的这里面呢 然后我呢 需要去 我在内层的这个函数里面 我需要去调用我这个外层的变量 并且呢 对着我的这个变量的指令 要进行操作的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 那么 如果说我们没有声明 我们不用我们的这个 non-local这个关键词去声明的话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在编译的时候呢 它呢 会报错误的 那么我们呢 还是会具体的给大家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结果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个 嗯 2.7里面 确认给大家运行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直接去调用的时候呢 它呢 会直接在我们这个 变量进行直操作的时候 它呢 会报一个错误 那么同样 我们如果要是在我们的 嗯 Python 3.5当中 我们再运行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 它报的错误是一样的 所以说 由于这种调用关系呢 我们才引入了这种 non-local的 就是这种变量的声明 也就是说呢 当内层 带用外层的时候 我们要用这个 嗯 关键字呢 对我们的变量呢 进行一下声明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么我声明完了 我再运行 OK 它就没有错误了 而且呢 它成功的 对我们的变量的值呢 就是进行了一个操作 所以说这个就是 我们这个关键字 我们这个non-local 关键字的一个 很特别的用法 然后讲完这个呢 我们会给大家讲 我们的 另外的一个内容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 Python3当中呢 就大家知道 我们这个Python的 这个语言呢 它对于我们这些 网络的设计呢 它呢 还是有很独特的地方 它呢 就是现在有很多人 用的是一种 很流行的语言 那么呢 所以说呢 我们在这个 Python3当中呢 比如说我们这个 Json的模块 它呢 是获得了一个 C扩展 这个呢 就会使得 它的这个性能呢 有很明显的提高 也就是说 它呢 会对我们这个 嗯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呢 对这种 Json的这种处理 然后它呢 会 性能好非常多 那么呢 为了大家 理解这个性能 我们还是会 给大家举一个实例 之后去运行它 让大家看一下 它的结果呢 举一个什么样子 比如说我们 下面呢 是创建了一个 签套的数据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呢 它呢 是由一个字典的 也就是我们字典的 这么一个列表组成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 嗯 字典的话呢 然后它呢 又包含着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Y里面呢 它呢 是包含着 就是我们这个 X6 也就是这个X6呢 是另外一个字典 也就是它也有一种 字典建套的功能 所以说呢 这个样子呢 我们最后呢 会把它转化成 我们的一个 嗯 Json 然后转化成 Json之后呢 我们最后呢 会把它的值呢 返回来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会对 我们的这段代码呢 然后执行多 多次这个代码之后呢 我们呢 就还是会给 它的代码呢 去叫一个最大值 去叫一个最小值 最后去一个平均值 看看它的这个 最后的 嗯 从号值上来讲 它最后呢 会靠多少时间 然后来执行 我们这样的一个 小程序 我们还是为了 节省时间呢 我们已经把 我们的这个代码呢 给大家写 写好了 OK 大家看 那我们的代码呢 就主要是这个样子 所以说呢 在这里呢 我们会计算一下 我们这个 它的主要的号值 然后这样呢 来判断一下 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呢 对Json处理的 任命性能 比如说 我们这里呢 我们还是用Python3呢 我们来运行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非常非常快 它的性能呢 只能在0.019秒 那么呢 我们现在呢 就还是在Python 27当中 给大家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它的结果是多少 OK 它呢 是0.024秒 大家可以看 那么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呢 对这个 它的这个性能呢 就还是有非常大的 提升的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 它对Json的处理呢 它有这个C扩展之后呢 它呢 在性能上呢 就是比原来 好了非常多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这个Python呢 它呢 在这个网约设计 又在我们这个Json上面呢 它的一个 非常好的扩展 那么呢 我们今天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了 然后呢 我们所有Python3的 新特性的 所有的知识呢 都给大家介绍完了 当然我们这个课呢 它只是起一个 抛转演运的作用 希望呢 就是大家呢 接着我们这个课呢 然后对我们的这个Python3呢 就能够感兴趣 然后课下呢 自己多多练习 之后呢 大家一定会对我们这个Python3呢 有新的体会 那我们这个课讲完之后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 留一个小作业 也就是说复习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模块的变化 找几个变化的模块呢 自己编程尝试一下 然后或者呢 对我们的这个Python3呢 就是其他的一些小功能的一些变化 也很感兴趣 那么也请大家呢 自己的编程呢 去适量的去尝试 只有自己尝试过了 那么才能呢 对我们这个Python3的 印象更深刻 那么呢 我们呢 这个Python3的新特性呢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 非常感谢大家呢 利用非常多的时间 来跟我一起来学习 那么我们呢 这个学习呢 同样呢 是一个我们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的过程 希望大家呢 能够享受这个过程 好 那么我们所有的课呢 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